高雄一名正姓男子9号晚间骑车闯红灯被警方盯上 男子沿路逃窜还急煞撞警车被压制的当下甚至攻击园警 原来骑士身背毒品还有妨害公务通气才会心虚逃逸 最后狼狈落网还得吃上9万多元的罚单 发现对象车道骑士闯红灯园警立刻回转取缔 远警猛暗喇叭民警敌但嫌犯吃了衬妥铁了心 经被追逐当街上演所有嫌犯钻进小巷击杀跟警车碰撞 眼看嫌犯汽车落跑远警一个剑步冲上前 嚣张嫌犯还想抵抗远警猛力将人压制 你在跑什么啦你在干嘛 费了一番功夫警方终于将人制服 事发在9号晚间7点多高雄桥头区市龙路 当时正姓男子骑车因为闯红灯被警方盯上 但他沿路违规逃窜不仅击杀撞警车 被压制当下还跟远警爆发扭打 行径可恶至极 证男为毒品妨碍公路等通气要犯 警方经检视密入器画面后 逐项对正南自担举发 够25件最高可处新台币91500元 就是圣杯多条通气 嫌犯不服取缔 如今吃上大笔罚单 攻击远警不良记录再多一条 藉由高雄重报导 诶 打赫 诶 诶 诶